相對論 第一個就是相對論 相對論最重要的話 就是要介紹兩種的 兩個不同的慣性坐標系之間的 物理量的轉換 OK 不能拍攝齁 你就用寫字的 OK 那第一個先講的是在古典 古典的轉換 也就是你們現在在學的那個力學 對不對 力學的加力樂轉換 之間的關係 所以這個對你們而言 應該是蠻熟悉的 對不對 因為上學期就已經有學過力學的轉換了 那這叫做加力樂轉換 跟它的力學關係 OK 如果太快的話 你隨時要講 OK 那你試試看這樣速度 如果需要調整 再跟我們說 OK 那現在是主要的話 就是像你力學講的 有兩個慣性坐標系 OK 那我們為了區分 這兩個慣性坐標系的不一樣 那在它個別的物理量當中 都會有一個沒有prong 跟有prong的 這樣子做比較 OK 那這兩個的慣性坐標系 做了什麼樣的行為呢 就是有prong的這個坐標系 是用以一個速度V 對 這個沒有prong的坐標系 向右 以速度V移動 可以 那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在你以前的古典力學 就告訴過你了 如果是這樣子的坐標系 兩個慣性坐標系 因為他們是用V嘛 速度嘛 所以還是叫做慣性坐標系 對不對 如果是這樣子的慣性坐標系的話 它的物理量的轉換 就如同你上學期所學的 古典力學所說的 時間呢 上面是沒有變的 OK 不管你今天是在這個prong的坐標系 或是在沒有prong的坐標系 你們的時間都是一樣的 OK 那今天呢 質量也會是一樣的 我今天如果在prong的坐標系 我是60公斤 那麼到這個沒有prong的坐標系的時候 還是一樣是60公斤的 質量是不會變的 OK 但是呢 那麼速度就會變了對不對 因為你會位移了一個xprong的坐標系 那麼你這個位移呢 的坐標系呢 跟這個本來的prong的坐標系 就會有一個相對速度的Vt差別 OK 這是你在古典力學所做的轉換嘛 但是因為你這個速度是向右的 所以在y坐標系跟z坐標系的話 這兩個坐標系都是相等的 OK 我們用簡單的 就是只有向一邊速度移動的時候的狀況來做表示 好 OK 這個是古典力學的時候跟你講的伽利略的轉換 是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好 這是一般的坐標系的轉換 那你有站著一般的坐標系的轉換之後呢 你的相對下的那個牛頓的關係 比如說速度 速度最基本的定義就是 位移對著時間的偏移量是多少嘛 對不對齁 每當位時間之內偏移了多少的物理 那個位置齁 你的那個位移量是多少 這叫做速度 OK 所以我如果今天要算的是在算prong 就是說我要算的是在prong坐標系之下的速度的話 我要做轉換 我是不是可以用一個數學的方法 就是我相當於這下面處理底梯 然後這裡用在相當於乘一個底梯的量 可以保持跟原來的量是一樣的 對不對 用這樣子的方法齁 好 那麼你注意看齁 你先看後面這一項好了齁 如果是沒有prong的時間 對有prong的時間做微分的話 你可以從這個關係是可以知道 因為他們兩個都相等 對不對 所以後面這一個的話是相當於等於1 所以你就不要管這一項 好 那你先看前面這一項 前面這一項的話就是說 有prong的坐標系的x 對時間做微分的話 好你看這裡 是不是就要看這裡 OK 你對時間做微分 那是不是要先對它做微分 對不對 x做微分 那後面的對時間做微分之後 只剩下v OK 所以先對x做微分之後呢 變成 ds要除以底梯 後面的vt對時間做微分之後 就只剩下v 是不是 OK 所以只剩下v 好 好 那這樣子的狀況之下呢 你看喔 這個的話 OK 我為什麼寫一個大u 因為為了跟這個速度的v做區別 所以我們這邊就叫大u 速度 v 那這樣子的話 意思就是說 這個大u的速度呢 在prong的坐標系的速度 就是相當於是 你這個物體 在v的坐標系的速度 沒有prong的坐標系的速度 減掉你們兩個坐標系的相對速度 OK 那麼 學相對論的話 學生最會搞混 什麼叫做這個大u啦 小v 這兩個差別 齁 你再注意聽喔 大u的話 就是說 好 假設我今天在prong坐標系 齁 我在這邊 跑操場 好了齁 假設我的速度 是100公尺 跑15秒 齁 這種速度的話 OK 那麼呢 這一個速度 是我在prong坐標系的速度 對不對 那大u的速度的話 就是說 那麼你在 相當於是 你在這個沒有prong坐標系的時候 你跑的速度是多少 OK 這個大u呢 是相對於你在那個坐標系的 那切記的是 要小心這個小v 小v的話 是這兩個坐標系 相對的速度 相對的速度 齁 OK 你要知道這個定義是什麼喔 可以嗎 好 OK 那最重要的就是要告訴你一個conclusion 就是說呢 你之前所學的力學就是告訴你說呢 你看 你用這樣子的專系 是下來的話 你也是去算它的加速度 那麼加速度的話 就是不管你在哪個坐標系 加速度都相等 那加速度都相等的話 意思就是 牛頓力 不管是在哪個坐標系 有沒有prong或沒有prong的齁 大家都相等 所以呢 這個古典的方式的轉換呢 告訴你一個很重要的式子 就是說 你的牛頓的那個equation呢 不管是在哪兩個 或者是幾個慣性坐標系 他們都是相等的 identical identical就是相等的 可以嗎 好 這是目前 就是你到這裡目前為止就是說 那麼沒那麼困難 這是古典力去告訴你說 不管你在哪個坐標系 有prong或是沒有prong的時候 你們的轉換 或是你們用的物理的定律 大家都是一樣的 OK 好 好 那相對論在跟你講什麼呢 好注意 誒 我在這之前先問一下 那個大義的普悟的時候 有上過相對論的那一隻張姐的 請舉手 哈 忘記了嗎 有沒有 全班就只有一個 修過嗎 哈 嘩 有吧 你們 該不會都忘記了 哈 OK 所以我 如果 太快的話 你是第一次聽的話 太快 你要舉手 哦 或是下課的時候,我們休息時間 你要趕快把握時間問問題喔 好,這個是力學的轉換對不對 這是,你那個加力樂轉換的時候 針對力學的 那,歷史發展就這樣子嘛 先有力學之後再電磁學嘛 那你的這個是力學的轉換 那電磁學轉換又是怎麼樣子呢 就是,我現在是告訴你一個歷史的發展史 就這樣子來講,你這個近代物理的課 好,所以你就用這樣聽故事的方法來學 右邊的部分呢 就是你這個加力樂轉換的時候 對於這個電磁學 好的轉換的部分 電磁學理論的部分的轉換 OK 可以哈 好,那這個部分呢 之前呢,你們應該也有聽說 就是高中的時候呢,有講過對不對 那時候古典的加力樂轉換呢 它對電磁學的部分呢 它們是假設有一個叫做以太的物質 Ether Ether的話就是翻譯你們高中好像叫做以太 是不是 OK,anyway 反正叫以太Ether 這個物質 這個是中文翻譯的 但是英文的話原名是叫做Ether OK 那麼什麼叫做以太或什麼叫做Ether呢 這個呢,物質 它們就是在假設了 它們假設說 你這道光 你在傳遞的時候 不管是在傳遞電磁波的時候呢 你必須要經由這種物質 你才能夠傳到那邊去 好,假設說 好,我今天打一道光到那個牆 OK 那這道光要從我這邊發射出去 打到那道牆的話 中間一定要經過一個叫做Ether這個物質 如果沒有這個物質的話 那麼呢,它就不能夠傳遞到那邊去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這一道光 除了自己有自己的光束之外 它意思就是說呢 好,我今天要打一道光到這個牆壁上面 的時候 我今天除了要知道的是這一道光 是光束嘛 對不對 但是這一道光束 要傳到那個牆壁的時候 它必須還要 還要注意的是 這一個以太這個物質 它的速度是多少 好,今天這個以太風 這個以太這個物質的話 今天的速度是多少 所以我必須要care的是 你這個以太之間的那個關係 是速度 在這個物質的時候的速度是多少 好,假設說呢 好,意思就是說呢 如果你要做轉換的話 如果你要做轉換的話 你這兩個座標系要做轉換的話 是這樣子的 用你沒錢高雙所學的那個下標的表示方法 這個L的話就是這一道光 好,相對於 我有prong 是在動的這個 這個座標系 有moving moving的friend 就是代表有那個有prong的座標系 好,這一道光 要對這個有moving的這個在運動的這個座標系而言的速度呢 就相當於是 這一道光 對這個以太 Ether的物質 再減掉 你這個moving 就是你這個在動 的座標系 對以太的相對速度 這是不是你們高中的時候 做那個下標的時候的那個 速度的轉換 的方法 OK 那如果用這一道方法的話呢 你就可以知道說 假設我今天這一道光 在這個prong座標系之下的速度呢 是v的話 那麼光對以太 就是我呢 對以太 我自己光的速度 都是光速不會變的 這是不會變的 那麼減掉呢 這個運動 對這個以太 他們之間的相對速度的話 是叫做vprong的話 你們會有這樣子的關係式 簡單而言 講簡單一點就是說 我今天這道光 要打出去的話 是光速 對不對 我必須還要考慮光速 跟這個以太之間的相對速度 以及以太對於這個 坐標系之間的相對速度 還要做這樣子的 比較複雜的轉換就是了 好 再更簡單的一點就是說 在古典的時候 你的光速的移動 是必須要考慮 以太的速度 懂我意思嗎 好 好 那這個理論呢 是直到了 一個實驗的時候呢 才把它被打破的 那它這個實驗的證明 就是告訴你說 光速要傳遞的時候 根本就不需要以太這一個東西 OK 所以這個實驗的話 也是很重要的一個歷史發展 所以呢 這個實驗就會很重要了對不對 好我們來介紹這個實驗 這個實驗 剛才忘記講這個東西 這個注意看 這個 R點 WR W點 R點 T 這什麼意思 相對於 相對於 with respect to 簡寫 反正以後呢 我們後面要是 W點 R點 T點 這樣子的話 就是相對於 的縮寫 好 以太在電磁波傳遞的時候 是不存在的事實 是由 麥克森和摩利這個實驗所證實的 每一個歷史的發展一定有一個理論 然後一個實驗來證實 或是反駁 這個就很重要了 不要小看這個實驗 這個實驗還常常在考試的時候 研究所考試還蠻出現的 所以呢 你就要記得 這個實驗的目的是在幹嘛的 它的重要性有什麼重要性 它的實驗設計又是怎麼樣子的 為什麼它可以證明出這個 以太不能存在的 這個每個細節發展 你一定要讀懂 要不然的話 你近代物理就常常 好多人民 然後到最後都不曉得幹嘛 OK 好 所以這個證實呢 這個實驗的話 就是證實以太不存在 OK 好 那實驗設計是這樣子的 簡單來看一下畫這張圖 要會知道實驗裝置 然後要知道它為什麼可以證明它是錯誤的 整個發展你一定要懂 好 是這樣子的 這邊有一道光 然後呢 這邊有一片鏡子 這邊是一個鏡子 這個鏡子呢 是透明的 它可以穿透過去 它也可以反射 但是呢 旁邊有兩片鏡子 就是全部反射的鏡子 M1跟M2 它們就像你在 你在那個照鏡子的那個鏡子一樣 是全部反射回來的 OK 那它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 我簡單看一下這個裝置圖 以及它的光路圖 是怎麼樣跑的 你要注意看喔 同樣的一道光出來 對不對 經過了這一個鏡子之後呢 它可以有一部分的是反射到M2 OK 然後呢 到了M2之後 又全部反射過來 OK 然後呢 因為這道 這道 這個鏡子 這個玻璃呢 是可以再透射過去 又到這個觀察者 OK 這是第一個路線 第二個路線呢 是這樣子 你這道光出來 對不對 那這個鏡子 這個玻璃 是不是也可以透射 所以呢 它就到了M1去 到了M1去之後呢 又全部的反射回來 然後呢 又反射到了觀察者 OK 所以會有兩個不同的光路的圖 到你這個觀察者 OK 好 那麼呢 假設我們現在的光路簡單一點 好 就是呢 從這個玻璃呢 到這個M2的距離呢 它所光 必須要走的距離 叫做大L 好 那麼另外一個假設呢 也就是說呢 這個光路呢 如果從玻璃到另外一個鏡子 叫做M1的時候呢 它的距離也叫做大L OK 好 好 那這是基本的假設 好 OK 那再來 速度V是什麼意思呢 速度V的話呢 我就是假設這個以太 Ether 相對於你這個觀察的一個相對速度 好 就是說呢 你在做這個實驗的時候 你可以假設有一個物質 或是有一道 假設是一道風好了 以太風 那麼它相對的速度的話 是這樣子在運動的 速度V是在運動的 OK 好 好 那你想想看哈 你這兩個不同的光路 經由M2反射回來到你的觀察者 以及經由M1反射到你的觀察者的時候 你可以知道的是 中間出 剛開始出來的時候大家都一樣 對不對 回來的時候是不是大家都一樣 是不是 所以唯一會有差別 你會覺得 M2比較先到 M1比較晚到 是主要是不是差別在 這個T2 以及T1的時間差 你懂我意思嗎 假設啦 我是假設說 如果這兩道光 本來一開始都出來一樣的 對不對 然後你會覺得 M2這一道光比較晚到 M1這一道光 M1比較早到 你會覺得有時間差的話 M2 你會覺得有時間差的話 M2 M2跟M1之間的時間差 M2跟M1之間的時間差 到底是有什麼樣的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推論的話 只重視這一個T2 以及這一段的T1 其他我們就不討論 OK OK 好 那我們先簡單的看T1 這個時間差 這樣子會不會太快 你們有同學說已經有上過了嘛 大一的時候普悟有教過相對論 只是簡單再複習一下 因為呢 這個會 會關係到你後面的那些其他的一些 心帶物理的東西 所以必須要先教相對論 好 可以哈 那我們速度可以稍微再快一點 哈 好 好 那繼續了哈 OK 好吧 來看這裡 好 我們 第一堂課的時候先跟你講裝置圖 然後我還是跟你講說 要先注意的是這個T1跟T2之間的差別 如果你之間有時間差 就代表你這一道光有一個先到 一個光比較晚到 對不對 如果沒有時間差的話 就代表的是同時到 這個觀察者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來觀察 這兩個道光的時間 到底有沒有什麼差別哈 好 我們先探討T1 好先探討T1哈 T1的話呢 是這道光 注意看哈 剛開始的時候是向右跑 然後第二個時候呢 是向左跑 那上面都是跑的都是L的距離嘛 是不是 所以你這一道光的時候 去的時候跟回來的時候 因為你會遇到一個以太跟你速度 相同的方向 以及回來的時候是跟你相反的方向 對不對 所以你會遇到的速度 是有一個加一個是減的狀況 對不對 那不可能是U減C 因為光速永遠是最大的嘛 所以你要設C減U 那這樣子兩個整理之後呢 就會代表說 你這道光要打到M1的時候 去跟回來的時候 總共就是要花T1的時間 這樣可以嗎哈 那T2呢 T2的話就比較麻煩了對不對 這道光的速度是不是往上 OK 那你以太的速度是往右 OK 所以呢我們用你高中所學過的方法呢 就是說你今天觀察者要看的光 好這道光對你這個觀察者之間的速度 我們叫做ULO 相當於你用你高中的那個下標的方法的話 就是光對以太以及加上以太對這個觀察者 好這比較簡單哈 好那你注意看這個 因為它速度的方向向量不一樣的方向 所以你必須要用平行四邊形這樣子的方法來表示 好 好你注意看哈 第一個 你呢 LOE 加上EO才變成LO嘛 光對這個觀察者 是不是觀察者的眼睛都在這裡對不對 所以這道光對它的話 速度永遠是 往上 要不然就是往下 對不對這是沒變的 去的時候就是往上 OK 那麼這個以太對這個Ether對於這個觀察者 是向右 V 對不對 這裡就寫了嘛 Ether對於這個觀察者 或是對這個時 這個觀察的坐標系而言是向右 那用這樣子平行四邊形的方法 你就可以知道光對Ether 去的時候是這個藍色的坐標系 好這是這個藍色寫的ULE OK 那ULE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假設以太不變不動的時候 光速本來就是一個C 這個光速值嘛 是不是 就是 所以這個平行四邊形就是告訴你 這個L0 是不是等於C加U 兩個平行四邊形 兩個向量 向加變成平行四邊形的對角 OK 好 所以呢 意思就是你去跟回來的時候 的時候 你看喔 這個平行四邊形就是一個U對不對 然後一個是C嘛 所以呢 你這個速度 是不是就是C平方 減掉V平方 開根號 B是定理 對不對 所以你去加回來兩趟的時間 你總共都是走L 對不對 可是你的速度呢 去跟回來的速度呢 就是C平方 減掉V平方的開根號 所得到的 OK 好 然後呢 這個就是你要計算的 LO的部分 光對 光對 這個觀察者的 藍色這個的速度 好 你隨時的問題 下課都可以討論 好 那麼你幾點心算出來了T1的時間 以及T2的時間 那麼假設這兩個時間 有差的話 那麼你今天如果在這一個觀察者 或是一個 那個什麼 螢幕的話 你應該會看到有光的相位差 對不對 你們光學之後會學到相位差 好 那你今天有先到的光跟網到的光的話 你們就會一個相位差 好 那相位差就是因為你這個時間差 所組成 所形成的一個原因 好 所引起來的一個 一個結果 好 那麼你就把這兩個 去 減減看 T1跟T2到底有沒有差 好 那你用一些數學的方法 好 把它展開的展開式 把它展開來之後 你會發現到 這兩道光 應該理論上 如果 你有考慮到 Ether 這個物質的話 你應該 這兩道光 會有這樣子的差別 好 就是說 你有考慮到Ether這個物質的話 你這兩道光所形成 就會有這樣子的差別 有這樣子的相位差 或是有這樣子的時間差 所形成的相位差結果 OK 那麼呢 這個 那個馬克森人 的摩利 他們就把它帶進去了 實際上去算了 假設 這是理論上 應該是這樣子 對不對 我有考慮到 Ether這個東西之後 理論上 就是 把個別的相對值 譬如說我假設這個Ether 它的速度是這樣子的 然後呢 因為這道光是可見光 我就隨便帶一個可見光的波長 假設是5000N這個數值 然後呢 假設我這一道光到那個 鏡子M1跟M2的L呢 是10公尺 帶進去之後 照道理講 如果我有考慮到 Ether這個東西之後呢 你們應該會有造成 這樣子的相位差 OK 理論上應該是這樣子的 可是呢 為什麼 可是這個M1跟M1這個實驗呢 他們就是 怎麼樣做 就是 沒有 相位差的結果 OK 就是告訴你說 不管你這個數值 或是這個L帶多少 我呢 實驗做出來 就是 沒有相位差 同時 就是進到我的眼睛來 所以呢 它這一個的實驗呢 就告訴你一個事實 呃 就證明出一件事情 就是 你要討論這個光的時候呢 光速的傳遞 是不需要有Ether這個物質的 OK 所以這個實驗的結果 就是 Negative就是說 跟這個理論是 不對的 是沒有Ether這個東西的 可以嗎 好 這個就很重要的 是一個很重要的 歷史發展的一個 實驗結果 好 嗯 假設如果有Ether這個東西 那它在做實驗的時候 怎麼能確定 它的速度是往這邊 喔 你可以隨便射沒關係 隨便射 我們跑出來 後來應該要有這樣的 可能要有這樣的 但是做實驗的時候 不是 代列這個物料 你今天這個速度 如果畫向上 或是畫向斜 向東北 或是向這個 西南 隨便你 但是你一定要考慮到 這個V 對不對 OK 那你帶進去之後 還是會有這個 Delta Phi的差 嘿 只是今天 我比較 假設比較簡單一點 跟一個 鏡子的方向是相同的 這樣子會 有部分比較簡單 但是你隨便射都沒關係啊 嘿 但是你可以去推推看 就是 還是會有這個 Delta Phi的值 OK 如果只要你考慮這個V 就會有 OK OK 好 那麼這個實驗呢 我們就把它做幾個 比較重要的 Remark 好 好 所以呢 這個 馬克森和莫莉的實驗 就有兩個重要的地方 齁 第一個呢 它先把它 就是說 它證實了就是 沒有以太這個 沒有意思的這個東西存在 然後最重要的結果就是 不管 因為沒有這個意思的存在 對不對 所以你不管在哪個座標C的時候 這個光速永遠都是C OK 好 那這一個的實驗結果呢 也就 引起了這個Einstein 就提出了一個相對論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說 一個理論的說法 我們把它寫下來一下它的假設 OK OK 好 所以這個實驗呢 的結果 好 就會讓那個 五點的那個加力月轉換 就要做一個修正 好 做一個說的正向 那這個修正向的話 一開始的話 就是Einstein提出來的一個 狭異相對論的一個假設 OK 它的假設有兩點 好 這兩點要記得 哈 OK 第一個呢 它就跟你講說 其實呢 你沒有這個Einstein這個東西之後呢 你這一個電磁波啦 或者是你這個力學的話 你在不管哪一個 那個慣性座標系之下 你的那個形式都是一樣的 好 就是你這個定律 不需要因為不同座標系而有改變 其實形式都一樣的 好 那第二個假設呢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說呢 你這個光 好 因為沒有Einstein這個東西之後呢 不管在哪個座標系 它都是光數 C 這個存在 好 那 這一個相對論之後呢 它就會開始有些東西的概念 就不一樣了 最大的不同呢 就是時間的概念 OK 今天的重點 就是在 等一下要開始了 哈 那麼這一個相對論之後呢 這個Einstein提出來的 這相對論之後呢 第一個問題 遇到的最大的問題 就是時間 時間的問題了 你還記得 剛才上一堂課跟你講過 是在古典的加利略轉換的時間 的時候 是不是那個T Prime 是等於T的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候 不管你在哪個座標系 時間都是同時的 都是一樣的 對不對 那因為沒有這個Either 這個東西之後呢 第一個相對論的話 Einstein提出來的第一個問題 就是時間 要定義 什麼叫做同時 好 好 所謂的同時 就是說呢 我如果是在一個座標系 是all沒有動的座標 沒有prime的座標系的時候 所謂的同時呢 就是說 假設呢 這個S1跟S2呢 的中間點 是這個白色的點在這邊 那今天呢 你這個S1 如果放那個煙火 那個M2 同時 這兩個同時放煙火的時候 是不是對這個 Middle Point 就是中間點的人而言 我是同時收到這一道光 對不對 假設說那個S1也發射一道光 S2也發射一道光 同時發射的話 那在這個Middle Point 是不是同時接受到這一道光 對不對 可是呢 如果這個座標系 開始在運動了 好 假設我是往X方向 向右的運動 V的時候呢 好 那麼假設我這個 allprime 這座標中間當中呢 放了一個火花 或是打一道光出去的話 因為你們整體都在運動 所以 你這個Middle Point 對C1 對C1 跟C1 接受到的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 是不是對於C1 就會比較早 收到這一道光 OK 所以以前呢 所定義說 在這個Middle Point的話呢 是叫做 它在同時收到這一道光 這個定義會 因為你不同座標系 而有改變 所以第一個要做 轉換的第一個呢 問題就是 時間 的轉換 時間在這個座標系而言 跟在這個座標系而言 是要做轉換的關係的 好 這是跟第一個 跟你古典的那個 Galier的 Transformation 是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 就開始 後來要接續到 我們這堂課 今天這一週的重點 就是要講 你在不同座標系的時候 時間 好 會有延遲的現象轉換 以及長度 會有收縮的轉換 的重要結果 好 所以呢 接下來你就一定要 聽懂了 好 相對論 第一個 重要的現象 叫做 時間延遲 的現象 好啦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時間的問題 時間為什麼會延遲 為什麼在不同座標系的時候 怎麼做轉換的 好第一個 我用白色跟黃色 這兩個不同座標 來看一下 會不會太快 可以 好 這個概念很重要 所以你先聽我講 你如果還沒有寫完的話 先聽我說 第一個 我用白色跟黃色 是代表兩個不同座標系 那麼假設白色的 假設是有一個公車好了 白色的 我是坐在公車上面的 all prong這個人 我看 然後呢 我就自己丟一顆球 往上丟 然後再接起來 往上丟再接起來 我坐在公車上面 這顆球在公車上面 對不對 我就往上丟再接起來 這樣子 那這顆球去跟回來 必須要這樣子 往返的時間 好 就是我是坐在公車上面 所量測到的時間 對不對 或是說我今天打一道光 去跟回來 那麼他所經過的時間 是不是2L除以C 可以嗎 相對論的話 速度一定不是像我剛才舉例 那個丟球一定是光速的速度的 所以我就用光來表示好了 是用2L除以C 對不對 好 那麼我今天沒有坐公車了 我的這個人是站在這個地表上面的 我看到有一個公車上面 這輛公車是向右 速度是往右 V進行的 OK 那我在這個地表 這個O的這個人呢 我看到了公車上面 有一個Oprong的人 打了一道光出去 那麼我看到的 他的光的路徑 是不是就是我畫的黃色的線 OK 因為他在前進嘛對不對 所以這道光出去 去跟回來 就是呢 這道光所必須花的時間 是這樣子的 OK 好 那你看一下 這樣子的話 會有什麼樣的關係呢 因為光 在傳遞的時候 一定是速度是C嘛 對不對 去跟回來呢 假設他總共花了 因為他總共花了時間T 那去的一半的時間的話 假設是2分之T的時間 那麼因為這一段呢 他必須還是要遵守 必須定理 對不對 所以呢 這一段的長度 是就是VT的時間 V乘以2分之T 那這一段的話 是不是就是C除以2分之T 可以嗎 所以呢 他總共花的這一段時間呢 他走的這段長度呢 你看C乘上這個就是長度嘛 那公車的高度 這是不會變的嘛 這是L的長度嘛 是不是 速度乘以時間等於長度嘛 所以這個長度的關係 必須要遵守必須定理的關係 其實就是斜邊等於的平方等於兩邊的平方和 這樣子的關係是 OK 所以會有這樣子的差別 然後呢 我再把這當中的L跟這裡的L是相等的 因此引進T'跟T之間的關係 會是這樣子的 OK 好 會是這樣子的關係的話 因為你開根號 是在1-一個V平方除以C平方 所以這個一定會大於T' OK 重要的話 就是呢 我用黃色的筆寫的 T 就等於T0除以根號 1-V平方除以C平方 這個都會知道 可是你就是考試的時候 你就是不知道什麼叫做T0 什麼叫做T 對不對 你注意看喔 T0呢 就是我在這個式子當中的T' T'又是什麼東西 T'就是我坐在公車上面 我看到這樣子來回的時間 意思就是說 這一道光對我而言 是沒有相對速度的 對不對 我打上去跟打回來 OK 這一道時間 你跟我 光跟我這個人 是同時坐在一個同樣的坐標系 沒有相對速度的一個坐標系 好 那這樣子的時間 我們就叫做Proper Time 這考過喔 這曾經研究所考試 有考過 什麼叫做Proper Time 就是T0 或者是坐在公車上面這個T' 的時間 OK 用一個簡單的文字表示 就是說 對自己沒有相對速度的坐標系 所量出來的時間 就叫做Proper Time OK 好 舉個例子 簡單的例子而言 好了齁 有一個太空說 速度是0.9C 離開地球表面 OK 太空上面 太空人 他在太空說上面 然後呢 量到的一段時間 叫做十年 請問你 地表上面的觀察者 的時間 是多少 OK 這個題目出出來的話 你們最大 會搞混的時間 會搞混的地方就是 誰是 這個十年 是T 還是T0 對不對 那你只要問你自己 你注意聽齁 這個方法 你只要考試的時候 你只要用這個方法 你應該就不會有錯了齁 你不用 為了這兩個 誰是誰 而搞混 你只要問你這個問題齁 自己問自己 這個問題 這個十年 這個時鐘 或是這個手錶好了齁 是不是太空人 量到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間 或是這個手錶 或是這個時鐘 對太空人而言 有沒有相對速度 沒有 他還是跟他一樣 都是靜止的 對不對 他看這個表 看這個時鐘 都是靜止的 所以 他是 T0 還是T T0 對不對 他們兩個 沒有相對速度 嘛 懂我意思嗎 這樣子的話 這個呢 就是T0 這個 OK 那你要記得 我當初的假設 T0 就是本來就是在這個Operine 坐標 C 所得到的結果嘛 OK 所以呢 是誰 是Operine 這個人 量到的時間 叫做T0 那Operine 本身就是在移動 OK 好 這樣子 可以齁 好 這是第一個 結果 時間延遲 的一個結果 好 第二個 長度縮縮的現象 好 OK 好 有幾個現象 要記得齁 第一個是時間延遲 第二個是 長度縮縮 好 再來第三個 要 會速度轉換 齁 長度縮縮的部分齁 好 注意看齁 剛才是上課之前寫的齁 好 注意看齁 你這 那 公式不能只有背啊 你要知道 它 它是怎麼定義 它那個L 或是怎麼定義 它的時間 然後 這支齒是放在 O還是放在 Operine 然後才會有這樣子的結果的 好 這個一定要了解 你只要 你要是不了解 然後只記得這個框框 裡面的公式的話 你會 很多題目都會搞混的齁 你去試試看 Homework 然後你就會知道 這個概念 就會比較 那個 比較 比較 確定 概念沒有錯誤 好 注意看齁 你先看一下這個 定義是怎麼寫的齁 它說有一支齒 有一個棒子或一個齒 它是 鏡子的 在哪個坐標系呢 是在O的坐標系 就是在地面上面的人 我看到一支齒 就是100公尺 這樣子齁 那麼有一個時鐘 是放在 Operine 就是太空梭裡面啦 對不對 那個時鐘是放在 Operine的 這支齒 是放在地表上面的 是這樣子的關係 那麼你要做轉換的時候呢 好 先注意看齁 先看這一支齒 OK 這一支齒的話呢 它所量到的距離 是叫做L OK 那麼呢 它所經過的時間是 剛才那個 地表上面的時間 大T 好 那麼在太空梭上面 量到的距離 是叫做L' Prong 那麼它所量測到的時間 是T' OK 好 那麼這樣子的時間的話呢 你剛才是不是有做過轉換 OK 你用剛才那個T跟T' Prong的那個關係的轉換的話 你會得到這樣子的距離的關係式 L'Prong等於根號 那這個L'Prong呢 就是在太空梭所量到的距離 或者這支齒 OK 所以你會發現到 這開根號是小於1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的長度會收縮的現象 那麼要注意的事情是這樣子的 你要記得這是怎麼樣的假設 的一個式子 然後呢 這是怎麼樣子的一個結果 這個L 這個長度 是由O所量到的 對不對 所以意思就是說呢 這支齒 對這個坐標而言 是沒有相對速度V的關係式的 OK 好 那麼只要這支齒是放在地上的話 它量到的距離 就跟那個時間是一樣 沒有相對速度的坐標系 所量到的距離的話 我們一律都是叫做一個Proper Length Proper Length的定義就這麼來的 OK 好 OK 我再用另外一個方法來說 剛才那個是一般的書都會這樣寫 對不對 OK 那我再用另外一種方法來講 你可能就比較清楚一點了 好 另外一個方法呢 就是用 Lorentz的那個Lorentz的Transformation 你也可以得到相同的長度 說說的現象 OK 我再幫你複習一下在Note 2的時候 把它整理一下 古典的Galila的那個Transformation 跟相對論之下的Lorentz的Transformation 之間的差別是怎麼樣子的 古典跟相對論最大的差別就是 今天你處理的這個速度 已經不是那麼簡單的火車在跑啦 車子在動啦 或是球在飛的這樣子的一個現象的速度 而是這個速度是接近於光速的時候 所考慮的一個方法 所以這個古典跟相對論其實沒有相抵觸的 只是呢 這個速度如果很大很大的時候 接近於光速的時候 那麼呢 你就會 你就會 要用相對論 或是要用Lorentz的Transformation 那如果這個速度是遠小於這個光速的時候呢 古典力學還是 還是會存在的 OK 那這個 這個的話就是Lorentz的Transformation 它對於距離跟時間有這樣子的一個轉換 跟你那個古典的Galire是不一樣的地方 那第二個方法呢 就是我如果是用Lorentz的Transformation 來看這個齒會收縮的現象呢 你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結果 也許用這樣子的方法呢 你會 也會提供你另外一個想法 好 那你注意聽囉 就是說呢 對於長度收縮這件事情呢 我如果是這樣子看的 我 放了一把尺 在這個Oprong的座標的時候 我量到的長度呢 就是這麼長 假設是叫做DeltaL OK 那麼這一把尺 如果呢 今天 是 我有一個 我有一個速度 是向V 移開 這個座標系 的時候 這個座標系叫做 Oprong的座標系的時候 我 看這一把尺 的時候 它的長度 已經 變成另外一個長度 假設叫做 Oprong 所以尺這一把 尺這一把是放在 地表上面的 好 只是呢 我在Oprong做標系的時候 我去量到的時候 是叫做DeltaL了 可以 好 那麼呢 尺 所以最重要的話 是尺 只有一把 那麼它是放在O的時候的 OK 好 好 那麼呢 我如果是利用這個 Lorence的Transformation的話呢 距離 會有這樣子的轉化 轉換方式 OK 或者是說你Oprong跟O 如果顛倒換來的話 會有一個速度 一個本來是加一個減的 方向不一樣的地方 好 最重要的是 對 我這個Oprong做標而言 好 我去量這把 我去量放在地表上面的 這把尺的長度呢 已經變成了DeltaLprong了 對不對 那 這個DeltaLprong 我今天去量的時候呢 這把尺如果想要放這裡 對不對 我去 本來他們兩個坐標是 坐標系是 疊在一起的 然後我移動之後 我去量這把尺的左邊 跟量這把尺的右邊 然後的那個距離 把他們兩個相減 是不是就得到這把尺的長度 你懂我也是嗎 這張圖 意思就是說 是這樣子的 你注意聽喔 本來這個O跟Oprong 兩個是疊在一起的 然後呢 這個O不會動 這個Oprong 開始往右移動 然後 開始移動的時候 看到這把尺的左邊 就把它mark起來 看看距離是多少 就登記下來 然後開始移動的時候呢 到了尺的右邊的時候 看到這個位置是多少 要把它距離下來 那這兩個的相減 就是它的長度嘛 對不對 可是這個 你必須要有一個很嚴格的方法 就是 你量的這個距離 量的左邊或右邊 一定要是同一時間嗎 可是你剛才是不是 我剛才是不是舉例一個 在月台上面放煙火的事件 你會發現到火車頭跟火車尾 去量 去看到這個月台上面發的這個煙火 是不同時的嘛 所以如果你選擇這一條路而言的話 是比較困難的 因為時間不同時 所以你要選擇下面這個方法想 就是說 好 簡單一點 我今天如果是 O做標系的人 就靜止做標系的人而言 我去量這一把尺 那麼就沒有什麼時間差了 對不對 就同時的嘛 對不對 那我去量左邊的這個X 跟右邊的這個X 這兩個距離差 位置差的話 就是我的長度嘛 那這個位置差的話呢 就是用到這個 這裡就是要2 加上時間的2 然後跟減掉這個 S1prong跟加上VTprong的時候的相減 OK 你把這兩個距離相減 就是尺的長度了 你把它兩個相減之後呢 你會得到了這個式子 因為後面的話呢 就會去掉了 你把它整理之後呢 你也是可以得到相同的方法 相同的結果 就是長度收縮 那注意的是 這把尺是放在O座標系上面而言 OK 是有長度收縮的現象的 好 這個 你再想想看 回去 把你大一的時候 普悟的 自己的事情 你也可以把它拿出來看一下 用不同方法 也會得到相同的結果 好 你有問題的話 你下課或是 Office Hours的時候 都可以討論 我們繼續下面一個 對於速度的轉換 好 再來是速度的轉換 這邊都是第二章的內容 速度的轉換已經有到第三章的部分了 所以基本上我們第二章已經上網了 好 好 你回去可以開始寫你的Homework了 OK 好我們看一下速度的轉換 好 你先聽我說 這個每個符號的意義是什麼 好 是這樣子的 好 有一個O的座標系是靜止的 那麼另外一個O的座標系是 以速度為V 向右 以向右為V的速度 離開O座標系 OK 那麼呢 假設呢 這裡有一個運動體的速度 好 那麼對於O座標系而言 他量到的這個速度呢 這個運動體的速度 叫做U座標 對O或是對O座標而言 都是在運動的 沒有一個是靜止的 我現在假設的是 這兩個都是 相對他而言 都是有速度的不同的 那麼現在就是要 現在就是要來做一件事情 就是 如何把這兩個不同座標系 量到同樣的一個物體 他們所看到不同的時間 同樣不同的速度做轉換 這個動作 OK 所以這跟剛才你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是在哪邊 好 那要做這個轉換的時候呢 你最簡單的地方呢 你先要回歸到最原始的速度的定義 速度的定義就是 位移對 處以時間差嘛 距離處以時間差 對那個的關係是如何 不管是在哪個座標系 是不是那個牛頓定律 那個 安斯坦的相對論第一句話就告訴你了 不管是在哪個 那個定律 力學定律 或是電磁學定律 都會因為不同的座標系 都是相等的 所以這個定義都不會變 對不對 你在有prong 或是沒有prong的座標系的話 你的牛頓定律的定義 都不會有改變的 好 那麼根據不會改變之後呢 好 我先對prong的座標系 做定義的分析 就是ΔS 除以這個ΔTprong的做 的那個相處就是了嘛 對不對 那對於這個Sprong呢 你對於這個位置 就是要做轉換的話呢 你可以 你可以用你的Lawrence的Transformation 來做轉換 好 如果 注意看那個相對論的書的話 你們都還會記得 以前呢 你是不是在普通的時候告訴你說 你只要對於這個 根號1-V平方 1-V平方 除以C平方的倒數 我們就會用一個γ來做表示 還記得嗎 嗯 好 那以前相對論的話 是不是以前也告訴過你說 那麼當中的V除以C 你也可以當作β 所以在相對最常用到的代號 γ跟β的定義 γ就是根號1-V平方 除以C平方的倒數 分之1 就叫做γ 好 所以你本來的Lawrence的轉換呢 你就可以簡單的用γ 乘以S-VT來表示 那麼以前Lawrence的轉換 對時間而言呢 這下面也是分之1 所以也可以是用γ T-VS除以C平方來做表示 OK 好 那麼呢 所以呢 你今天回歸到你要做速度的轉換 你就先對時間的轉換 以及對距離的轉換 先做一個代號的轉換 好 對於位移的轉換的話 γ是常數 不會變 對不對 你有一點點位移的話 在這裡的位置 是不是會有一個Δx OK 然後再來呢 速度也是不會變的 對不對 速度是一個等速度嘛 所以不會變 所以你要做微分的話 V 就不會變是個常數 可以拿出來 那麼會變的話 就是時間 時間 時間現在是只有 本來是一個時間差 你現在是只有一點點 短的時間差而已 OK 那分母的部分 ΔT' OK T'的話呢 ΔT' T'在這裡 也是一樣是γ 提出來 然後呢 這個T呢 就變成了ΔT OK V是常數 光速 光速 也是常數 所以這個都可以提出來的 那對於這裡而言 有一個x x的話 就有一個位移 現在的位移 是一個小Δx OK 好 這兩個γ 跟γ的指示常數 所以可以消掉 對於分子跟分母 如果你同時 除一個ΔT而言 分子 Δx3ΔT 分子這裡ΔT除掉 變成V OK 分母的話 ΔT除ΔT等於1 那這裡的話 Δx3ΔT 對不對 那這一個的話 就是物理最 牛頓定律最根本的定義 就是速度 x 對不對 我在Δ 座標系所量到的速度 x分量 V V是我這個座標系 相對於Δ座標系的速度 V OK 所以1-V平方 3-C平方 這個呢 就是我一開始的定義 OK 叫做Vx 所以 你對同一個物體的運動 在不同座標系 所看到的速度 就有這樣子的關係式的轉換 OK 這是對x而言嘛 那對y而言 也是用相同的方法的 你也是一樣的 速度 定義就是位移除以時間嘛 是不是 那ΔT y如果是做Lawrence轉換的話 因為你是向右速度 所以Y的不會變 所以還是ΔY 時間的話 也是做相同的方法處理 上下除以ΔT 上面的話 就變成Vy 就變成這樣子 那這裡的話 就會得到這樣子的轉換方法 OK 你可以用相同的方式來處理 那相同的Z 那相同的Z 的速度轉換 也會有這樣子的四字 這個部分就是速度的轉換 的關係式 OK 有沒有問題 你可以把它記下來 然後回去的話呢 再去看一下 有問題的話 你隨時可以討論 做一個簡單的練習題 用一個 再一次證明 證明一下就是說 光速呢 如果是在O座標系的話 是C 那麼你證明 用同樣的速度的轉換的關係 也證明一下 在O座標系的時候 你量到的光速 也會是C 這個事實 意思就是要再重複的 再驗證一次 愛因斯坦的相對 那個相對論的 那個假設2 是沒有錯誤的 就是光速 不管是在O 或是在Opera 或是在任何的座標系而言 都是保持不變 C這個事實 再一次的驗證 OK 好 那麼你還是一樣的 用O的話 意思就是說 題目的話就告訴你說呢 你假設一個很簡單的光 是往右邊 OK 那這樣簡化你的問題 你當然也可以用一個 有角度的 但是你這樣就比較麻煩 就是說 在X分量的話是C Y分量是0 X分量是0 OK 那麼你要做轉換 不同座標的轉換的話呢 是不是在這裡就跟你講說 X方向的轉換 是要用這樣子的公式的 VS-V 除以E-V平方 除以C平方 V除以C平方的US OK 現在呢 你要看的這個物體 我剛才是說 紅色的這個物體 它現在是不是 U 就是速度是光速C了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遇到你這個物體的速度 你都要帶光速C到你的式子進去 OK 那你帶進去之後呢 你做轉換 你也會得到 沒有錯 齁 你這個光速呢 縱使是到另外一個座標C的時候呢 我量到的也是等於C 所以你會重複的再一次證明 這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第二個假設是正確的 OK 好 最後幾分鐘 我幫你統整整個相對論的結果 齁 最後右邊的黑板呢 就是把你 summary 一下你大一齁齁 全部的學到的一個普悟的一個關係式齁 齁 那麼我們比較常用到的呢 就會在上課這邊 那麼其他的話呢 如果你有問題對大一的時候 你的相對論部分有需要做補充的話呢 我們隨時都會在那課程網那邊補充 那個貼那個資料給你們齁 所以呢 會 post上面 所以你要隨時去注意你的課程網 我們會有補充的資訊齁 齁 OK 那麼 summary 而言呢 就是 總結你大一的普悟齁 以及我現在幫你簡單的做複習的話 你第一個你應該要會的是 Lawrence 的 Transformation 對 那麼今天再次強調的是時間 說說時間延長的關係齁 那麼其他部分呢 譬如說你大概有學到的 杜普勒的 Shift 啦 或是課本也有當一個補充資訊 也給你的齁 在第三章的部分 也有補充的資料給你 以及呢 質量的變化齁 相對影響到的你的力學的動量 動能 以及總 Energy OK 會有這樣子的關係式齁 你可以再做一次的整理一下 OK 好 這就是相對論的部分 但是 如果是